最新一期总决赛MVP排行 库里升至第一 塔图木反超布朗排名第二 上期榜首霍福德跌至第六 如今NBA总决赛正如火如荼的进行 而每年球迷们最关心的问题 唯一是FMVP能够花落谁家了 在勇士凯特人第一场比赛结束后 当时砍下26分的霍福德 成为总决赛MVP赔率第一名 24分的布朗排名第二 第一场砍下34分的库里紧排第四 投篮是第中三的塔图木没有上榜 而第二场比赛随着勇士大比分颁平比分 第二场砍下29分的库里 升至最新一期MVP排行榜第一位 塔图木凭借第二场28分的表现 反超队友霍福德和布朗排在第二 九龙布朗排名第三 上一期第一名霍福德 由于第二场两分的糟糕表现 将至第六位 另外勇士队的维金斯 凭借防守段优异的表现 升至第四 第一场和第二场稳定发挥的怀特排名第五 而有趣的是 近十年NBA除了去年的字母歌外 其他九年全部是小前锋拿到了FMVP 空位上次拿到FMVP 还有追溯到2007年 不知道这次总决赛MVP会花到谁家呢